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未来48小时财神也说,谁把我接走,我就让谁发财,生肖马,在这未来48小时,蜀马朋友遇上财神降临命功,财气大旺,横财降临,蜀马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,在这行的一周,蜀马运势稳定,多表现得顺利无阻的迹象。 多得到财心出现在命功,财运上呈现兴旺发达,多方面都能为蜀马人带来财富,加上生命自己本身的努力工作,正面收入都有好转机,正偏财都旺,在钱财上必有收获,偏财必有一喜,感情方面需多加维护,家庭和谐,幸福美满,另外健康无大碍,事事如意,顺心顺意, 只需注意睡眠健康,生肖牛,蜀牛的朋友,运势中印星望业望贵人,对蜀牛的朋友来说,在这未来四十八小时,难得遇上财神降临命功,财气大旺,横财降临,蜀牛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,财运大畅丰收,富贵逼人来, 正财方面也是有好消息,财运更失望,运逢天地和财,做生意的大赚特赚,求财不搁手,在这期间,蜀牛朋友身心都愉快,不妨与家人共餐,增添感情,福气满满,投资会有好消息,其他方面都无大碍,生肖羊, 蜀牛的朋友运逢六合,龙凤吉祥,又有天地和财之相,工作与爱情上,多有收益的好兆头,在这未来四十八小时,蜀牛朋友遇上财神降临命功,财气大旺,横财降临,蜀牛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,今天开始财心高照,蜀牛人命功转向大吉祥方向,财运功望运,满身财气, 偏财上可能大有收获,工作事业上,也会获升职加薪的机会,可要好好把握,从整体来说,财库声势大,富贵满脸,感情方面,单身者有异性缘,桃花临身,游龙细凤之美,生肖虎,在这未来四十八小时,蜀虎朋友遇上财神降临命功,财气大旺,横财降临, 蜀虎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,蜀虎的朋友富贵吉祥,贵人心照耀,得到多方面的辅助,财运两望,事实顺利,生肖虎朋友财运本来就很好, 无路何时何地在财运上,也大获丰收,今天开始财心高照,钱财到手,蜀虎人在正财上收入不减,偏财上近期也会有大财运,大把钱财等注收, 财气满满,喜有善交,感情丰富,多有良缘之喜,但在健康方面要注意饮食,别太伤胃,生肖虎, 在这未来四十八小时,蜀虎朋友遇上财神降临命功,财气大旺,横财降临,蜀虎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, 除了旺财,对蜀虎的朋友来说,命理极星高照,运势从梅运中走出,运转乾坤, 无论在事业或运势上,都是好事连连,运势大旺,特别是财运方面,将会给你带来不小的收获, 蜀虎朋友财运成大吉之下,钱财有收获,正操有提升,偏财有钱收,其他方面都很不错的一天, 笑口常开,财运跟随,生肖龙,蜀虎的朋友运逢吉星,在这未来四十八小时, 蜀虎朋友遇上财神降临命功,财气大旺,横财降临,蜀虎朋友立刻请财神到家, 今天开始可说是个旺财旺向,得到福星照耀,多福多利,财运上将有所好的转机, 抛开低迷的运程,吉星龙得与祥云相伴,蜀虎人财气临身,好运迎领, 为钱烦的事都得到解决,财多生转机,投资获利有佳因,财库进账,蜀虎朋友人, 原向来都是极佳的,与家人的感情也很好,多与家人联络感情,会更带来好运,财运亨通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远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老一辈人常说,这两个生肖要是在一起,是上上等婚姻,夫妻恩爱到白头, 财望三代人,所谓上等婚配,自然是门当户对,个性相合, 郎才女貌,配合默契,子嗣兴旺,夫妻恩爱的组合, 但是这么完美的配对,是可遇不可求,只能说择偶需谨慎, 选错回一生哦,下面我们就看看,哪些生肖配对属于上等婚配, 夫妻恩爱,财望三代人吧,生肖姬配生肖龙,正所谓龙藤凤鸣, 此为上级之兆,生肖属龙人和生肖属姬人,他们是一龙一凤, 所以能够得天护佑,这一对夫妻天生非常的有缘, 而且结婚之后的感情,更是可以经久不退闪, 生肖属龙人的性格,非常的豪爽而稳重, 而生肖属姬人,则十分擅长创造和想象, 他们二者一专一瓦,不但在婚后能够互相注意, 而且注定可以经营起一门兴旺, 生肖牛配生肖属,属牛人和属属人性格互补, 他们在一起后能共同进步,促进对方的财运, 互帮互助,洪福旺盛,即使婚前一贫如喜, 婚后也会财运亨通, 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富贵,子女封衣足食, 财员滚滚进门来, 生肖牛配生肖鸡,属牛的朋友, 性格憨厚老实,为人正直, 做事脚踏实地,认真负责, 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, 是天生的食干家,属鸡的朋友, 聪明伶俐,足智多谋, 但是他们往往心眼比较小, 喜欢抬杠,如果这两种人在一起, 不仅性格上可以相互补足, 而且夫妻恩爱,生活幸福美满, 一生大富大贵,运势极佳, 可以为子女留下一笔财富, 生肖兔配生肖狗, 当生肖兔和生肖狗结婚,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特别好, 有相见恨晚的彼此爱慕的感情, 因此结婚之后,彼此之间相互理解, 相互信任,经常沟通交流, 了解对方的想法和看法, 所以感情也会容易升温, 生肖虎,配生肖猪属虎的人, 和属猪的人在一起, 虽然个性会有不一样, 但是很契合, 这两个人结婚是上等婚配, 他们天造地设, 配合默契, 婚后不会发生争吵, 家庭生活越来越幸福, 在两个人齐心协力下, 可以很快时间内, 结束贫穷的生活, 大吉大利, 另外,他们的孩子各个生龙活虎, 必成大器, 所以他们结合在一起, 不仅对自身有好处, 也是有利于家族的发展的, 生肖羊配生肖猛, 属马人杰傲不驯的特性, 正好被属羊人, 外冷内热的性子治得死死的, 属羊人对于属马人的, 软错失颇有奇效, 两个人能相互制约, 相互制衡, 在一起日子共处十分和谐, 所以, 马羊组合的家庭也是幸福无比, 财运也是好的没得说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孝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